眩晕挂哪科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曹洪梅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眩晕啊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天旋地转 跟我们平常说的头昏都不一样 我们说的眩晕 至少我们医学上指的眩晕指的是自身 也就是我自己和外周环境之间的 这种感觉的一个错误 正常情况下外周是不动的 但是当我出现悬晕的时候 我就觉得房子在翻转 地都翻到上面去了 所以这种感觉我们把它叫做悬晕 除了这种翻转的感觉以外 悬晕的时候病人还可以感觉到不稳 就晃动像地震一样 在晃动的感觉 倾斜的感觉 这些应该都是眩晕的范畴 但是出现悬晕的时候 病人还可以伴有恶心 呕吐 但是呕吐的程度呢 和悬晕或者疾病症状的并不成正比 那么悬晕应该去看哪个科呢 其实悬晕呢 也可以归到神经内科范畴 也可以归到耳鼻喉科范畴 其实大多数的周围性的悬晕 应该说80%左右都是耳鼻喉科的范畴 可以去耳鼻喉科就诊 但是如果病人出现悬晕 除了悬晕以外 还伴有比方说口舟的麻木 肢体的麻木 肢体的无力 或者肢体的不灵变 或者看东西成双 我们叫做腹视 等等 说话说的不清楚 等等这些除了悬晕以外的伴随症状 我们高度建议先到神经内科来就诊 排除脑内的疾病所导致的悬晕 可能会更为安全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